《唐代》是中国饮茶的全盛时期 尤其以鹿鱼所著的茶经 更奠定了中国茶道的基础 功夫茶一词 首建于清代余胶撰写的孟安杂著 《卷石 朝家风月》中 清光旭年间 茶人温辉东著作《内坛及功夫茶》的冲泡程序 野气 纳茶 厚汤 冲点 瓜墨 灵罐 烫杯 洒茶 品茶等 凸显功夫茶以品为药 讲究井然有序的饮茶方式 茶器则有 茶壶 茶壶 盖鱼 茶杯 茶洗 茶盘 茶垫 水瓶 水波 龙缸 红泥火炉 沙吮 沙吮 鱼柱 习惯 茶筋 竹柱 茶桌 茶淡等十八项 可见功夫茶讲究茶品 泡茶方式与茶器 茶器源自鹿与茶经 证明其与唐宋明清 皆有一脉相传的关联 敏越地区流行的传统功夫茶器 虽然种类繁多 但是随着饮茶风俗的改变 茶器使用上也逐渐有简化的趋势 其中以玉淑薇 潮善炉 孟辰冠 若申欧 这四种茶具最为必备 有功夫茶四宝之称 原本流行于敏越地区的小湖泡功夫茶 随着早期移民的迁徙 也逐渐被带入台湾 上世纪七零年代 台湾经济逐渐起飞 人们对于生活与饮食有了新的追求 当国内饮茶人口增加 茶艺文化也因此受到重视与推广 台湾乌龙茶文化的茶具及冲泡方式 虽然承袭了中国潮善功夫茶 但是在茶叶的种植与发酵功法上 则充分展现在地特色 甚至开创出享誉全球的东方美人茶 90年代之后 国人休闲意识逐渐抬头 饮茶习惯逐渐被带往户外 品名成为时下盛行的饮茶风气 并且将茶与在地风味餐饮相互结合 促成观光油气产业的发展 茶艺馆的发展带起了专业茶人 成立私人休闲茶所的风气 他们将茶的理念 延伸至不同风格形态的品名空间布置 融合音乐 香道 花艺 戏剧 建筑设计等精致艺术 将饮茶文化 提升至与生活更贴近的层次 传承中国茶发展脉络的台湾茶文化 现今以完美融合艺术美学与生活态度 现代的台湾茶艺之美 不论是品茶 赏茶 或意茶 皆以堪称为东方茶文化之典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仁 律师 哲 Join Этот会计划 清磋 сем 群 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